出游 人潮 车潮都很多 不想人挤人 台北人采草莓就不用离开市区了 可以到内湖 白石湖社区 这里有超过16家草莓园 搭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到达 吸引了很多民众来采草莓接触大自然 不过想采到又大又红的草莓可得趁早 如果是下午来可就晚了一步 现场还有很多草莓周边商品 像是草莓蛋挞 草莓香肠等等 没有采到草莓的话 还是能够大饱口服 这个太难剪了啦 小朋友拿剪刀自己动手采草莓 从万绿丛中找那一点点红 这家人避开上午人潮 没想到晚一步来 草莓几乎被抢光了 究竟 你们住台北市的 对对对 因为这边怕塞车 我们骑摩托车就可以上来了 虽然草莓少一点 但避开人潮也避车潮 台北人不用出市区 来到内湖 白石湖社区 就是采草莓圣地 产发局一次公布16家业者 采草莓轻旅行 搭捷运就能够到 现在空气污染好像也会影响到草莓的生长环境 就带了一点病害 然后影响到草莓的植株 那植株它甚至会死亡 所以产量也稍微会减少 原来不只人要呼吸新鲜空气 现在连草莓也要抗空污 专家正在研究草莓版空气清净机 采草莓也顺便上了一课 草莓周边商品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除了草莓蛋塔可以来个下午茶 草莓香肠甜咸口味融合意外合拍 有草莓的味道 组合的方式是就还不错 蛮可口的 大年初的天气晴朗 边采草莓边晒太阳 出门踏青又不用塞车 台北人也有后花园 就无许两句想台北采访董